这人在这里,但VLG对这个房区没有任何的兴趣,开车直接走了,这两个人一人都给枪扫下来了,撒,撒,撒 这您为扫车而准备的,要么就是还没捡到什么好枪,那太过分了吧 哎,匆匆,过来帮队友补掉 他们是拉过来了,整体的寒线想要测,所以说还是要再看一下乔队案这个队伍会怎么去做一个选择 然后后续再过桥,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过桥时间点 现在这个补人是有点费劲啊,我开不去的车三边都开过去,对吧 这个就在于手法的熟练度 这边右上的又是一个这道兴起啊,交扬 都能控制下来,2014这局的分数不会低,VLG也会帮助他们给一些西部压力 Pero已经找到机会了 是的,你看这个圈形最熟的是谁,New Happy啊,有没有摩托啊 哦,MVP,那个摩托 是,Small CC,侧面的一波出枪,小左倒地,AZ9 真的凶啊,因为他们有这个机会上做掩体 所以说输出你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压力的 这也算移动吧 啊 传言也是移动吧 相比之前岸上的人其实挺难受的 对的,哇,而另外一侧,大家好像是想抢这个炮楼的点位 这个炮楼点位,被RBS给压制的死死的,风光的灌雷就完事了 但Ebaby已经在里面被淘汰了 SMS这一波四人撞击是牺牲了一个 然后把这个炮楼拿了下来 但是,愚人,愚人侧面的一波出枪 瞬间打脸 那近点Monster来的以后,只需要一颗雷一楼就可以解决了 有雷有火吗 感觉这一波的话要吃了呀 瘦爷,怎么说瘦爷 愚人压下来了,看到了 这篮单有点多,上车切位置 对,身发很灵活,可惜没有用 感觉玄色的一个反应速度已经挺快的 在对方输出的一瞬间就已经切车上位了 对,同时啊 对面的蹦步的轮胎 开始遭遇了 DT和1717的时间往上去冲的 正面拉过来 速球的拉枪已经很劲力了 小鬼一丝血,娃妈也一丝血 哎呦 这波成功的防守了下来 DT他是先到的 先打血,队友能不能就再说吧 哎呦,七哥,没了 VLG刚好旁边 VLG就是要控这个马路的南部抵坡的 所以17他上山了 咱没成想遇到DT 17就是没有视野 其实17一点办法也没了 他往南部去打VLG,阵线已经铺开了 对,好,看一下这个全形啊 一波北切 XCG已经来到了RBS的一个 XCG听到了背后Pero的一个车身 哦,小明这一波的话直接 但是这个血量带跌了,撞墙了 倒了 没关系,司机倒了也行 队友能打 哦,特别被打掉 但是在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个风风 不过有马格远点的一波架枪 只需要再来一枪 哦,很帅啊 换成了一把双鞠 直接一发带走 对,这个包应该还是可以打上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指挥啊 什么数据低很正常 你看AZ又是开车上 这航号有点难走出来 感觉这样的话巨幅很难走出这个集装箱了 MCG就看这一波防守完能不能不吊人 其实MCG只有两个人在这个位置防守的 不过航号的过点也被三门远点下枪打到了 是 杜哥先把人捕掉 坦克倒了 对,坦克好像是被牛海皮能给击倒的 很击 哎,左边没有看到 刚好 台湾被抓到了啊 原点牛海皮一直在枪线干扰 牛海皮他现在这个所处的位置没人管他 他可以踩开了 房子里面挂一个高点的原点输出位 另外两个人已经踩到山坡上面了 这点牛海皮熟啊 接下来就是东部缓坡推嘛 是的 说到 主要MCG在结架上里面安插两个人 也是想去堵截这一些上岸的队伍 看一下能不能拿分 但是没成想牛海皮在远点 没有车出不来了呀 感觉前点位只要给牛海皮一点压力了 木子里已经往上去摸了 三门也过来 木子里出枪了 这波能不能击倒 对面露出的身为比较 这两个人不给压力的话 随便都很难出来 完了这个烟道当中有一个缝隙 但是木子里正面击倒了幻生一个人 看一下能不能给到杜哥过马路的这个时机 明被打了一枪头只能往后撤了 幻生要被捕了 又是一波三倍镜的压枪 身为漏的有一些大撤回来 找一个稳妥的位置 不过愚人 Monster的一波出枪是把明明给击倒了 那牛海皮正面只剩两个 楠楠直接扶 这一波拉枪定位很精准 牛海皮在这个位置被淘汰掉 高点IBS继续在抽 抽得很爽 但是天鹿刚才也是远点输出 MC现在打完了 这边的一个点位的 这一波 帅 羽人 这想拉下去吗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对 你一定得在解决的时候 有一些风险的事情出现 是 做好了 队友都说nice 做不好了我们下一次再精细一点 找找timing 对吧 许生 再来一枪就够了 准 基本功还是非常的扎实 I7太难受了 这一场比赛 由于是一个小岛特殊拳醒 路线上面又是接连被堵 那一上来 开场的第一把 这手感就特别的不好 虽然说 起来 其实有位置进就不错了 VLG并没有完全的卡死他 12月倒了 队友呢 哥救一下 受验 鱼人就在旁边 问题不大 是的 谁进谁服啊 VLG很纠结 头顶的人 倒了 头顶倒了 那底下 底核进攻一定要开始了 再不开始时间来不及了 黑猪已经出枪了 Biu Biu 跟黑猪 两个人一人打一个 打的是不同的队伍 可以进行 全部都在进行 全白 洗头 Tony老师 Biu Biu 再打一个 自己前面太残了 双方都有一波护倒 不要记起下 最后一个Seventeen 已经拿下来了 看到了正好是一个换弹的timing 还是204顶了下来 主要头顶 这边兽也已经被拉起来了 远点的枪线也给予到了一些帮助 主要是RBS在同体上面疯狂的干扰 我还要借这波进攻 你知道吧 这波分数 不拿白不拿 对 这是一定的 RBS里一个视野的盲区 那这样就打不到了 到处都是吧 真爽啊 但是原点有枪线 TMA的 TMA的脚下大藏 还有人的 一定要小心侧面 没办法 气象的北切 那这样的话就是给天鹿机会的 感觉天鹿这一把 实际的概率很紧高的 这边零多的一个侧线出手 204发现侧翼还有人 还有闪 帮的闪要打吗 零度没有头了呀 完了 两个人打了一波小鞋桶 把这个淘汰掉 还有六个队伍18个生存 先出来能拿一分是一分 是 跟12月完成了一波小配合 2014倒了两个又浮起来了 2014这个队伍 这一场比赛打得很有韧性啊 顽强 接下来进圈也会有麻烦 而且底下还有XCG 波波利波出枪 12月又倒了 再一个拉枪 Barry 这一波的话是Monster一波个人的发挥啊 但自己的头甲也损耗了不少 侧翼 加克利波出枪 这个初级的时间点 台湾点抓得非常的好 RBS现在非常的危险 从斜坡找一波输出的空挡 有没有机会呢 天鹿看到XCG信息出来了 也在往这方面去布局了 XCG回来 在白天的边缘想要再重新看RBS 那I7怎么过呢 I7左面是走不通的呀 天鹿上来轻人了 许珊两枪头 上来轻人了呀 下面已经呆了非常的久了 西部走不通 许珊想要有一个可以呆的位置 另外让贼的队友也过来 鸭皮在后点位呢 场上人数最少的队友 反而侵略性是最强的 鱼人一发生就爆头 把鸭皮给放到了 完了鸭皮这个点位是服不了了 铁服不了了 大兄弟痛下狠手 真的打前队友 是的 原来真有这样的属性啊 那场上的话 4打3打1打2 盲死的一波出手 把小彤给放倒 这个全是背身 有点可惜了 本来能打两个的 打两个这局 那种还有机 已经13个淘汰了 13个淘汰加两个击倒了 这两分收下来就15分 这 烟呢 有没有烟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完了要留死 匆匆还能扶 郊阳帮忙下头顶 快扶匆匆 这一波过点 哇 最后一枪跟进 这局 力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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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个机会 才能不能下去了 斯蒂文减了一分 真好啊 一看 哎呦 呃 呃 又击倒一个 这局伤害直接拉满 对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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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找机会的 许生在找机会 杨阳已经被烧倒了 眼里面还有 匆匆被打残 还好没被秒 忽然这个底波 就是许生的机会 对 还打了一个 撒打了一个 2打1打1 这么惊险刺激了吧 但这个底波 天路的优势还是有的 匆匆也在盯着 匆匆不想要有失误 匆匆过来看啊 你小头皮还是清掉了 TNA 呃 最后一个 拉出来 匆匆 快抢走 对能拿一分是一分啊 2打1 可现在没有攻击性投注了 看下身上的闪 应该也也已经没有了 打了一个站长 出眼口 没问题 恭喜天路